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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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我所有節目的製作人 加上我的事業的經紀人 反正她就是萬能 她真的很可憐 因為她每次有一些狗屁招招 她都會說 范淨雪 我覺得那個湯佛的口紅很漂亮 我沒辦法這樣 然後就... 我們得到這個口紅 要跟大家講 我們這口紅真的漂亮 不得了 少女星 漂亮 我弄過了 反正我們現在不能戴口罩 反正就是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我們今天這集就是要講少女星 我跟妳講這個顏色 是我們搶來的 因為是限量 超可愛 真的很可愛 而且不是最可愛 是她外面的這個包裝 你現在看不清楚 but it's pink 我跟妳講限量 因為限量所以珍貴 她有兩個顏色 我們兩個喜歡的顏色 是3號 Cosal Blanc 她有3號跟4號 我今天有 我今天有差一點這個 你們如果可以就去 好看 對妳還有一點點 一定要我看 我剛剛因為我 我剛剛因為喝了這麼大一杯咖啡 我已經開了很多個會了 玫瑰紅 玫瑰粉 是蠻好看 真的很好看 有一點淡淡的 現在最流行的 不是啦妳要把它打開來 Sorry 我是不是還不會做廣告 對 就是這個 有點像 它就是那種淡淡的玫瑰紅 我們倆現在迷上這隻口紅 而且 我那天呢 就自己在我個人的臉書 就PO著說我的美夢成真 大家都問你說 結果我調到了小燕姐 她就說你給她一個 沒有她就說 這是很適合我 我剛剛就說 那個Melody 我會送她 然後兩隻 拿一隻出來好不好 我會我會 我剛剛只是跟大家說 就是我們三個人 各自有角色設定 她就是大亨 她就是瘋瘋貴婦 我是貴婦 然後瘋貴婦 她就是 Fan Manager 這都是我給他們取的名字 那Eva呢 是我身邊的好友 那Eva呢 下次會來 她下次會來 有一天會來 她最近 她最近 她是住在香港的 可是自從農曆年之後 她就沒有回去了 她再也沒回去過了 因為她就是帶著小孩在台北 對 因為香港就是不能回去 然後呢 她最近呢 動了一個小手術 對 所以她就在休養中 這個節目弄久 大家會認識我們身旁全部的人 對對對 前一後果就差不多是這樣子 Eva多特別 怎樣 她在Instagram上 幹嘛 還跟Follow我的人交朋友 人家叫她去買一個什麼 去濕茶 她就去啊 去濕茶 她就去了 然後我說你這個去濕茶 誰告訴你 她說就是你的粉絲 然後因為你常Tag我 她就追蹤我 她就一直跟我聊天 她說她好像懂很多 她就跟她聊嗎 對 她們兩個就變朋友了 我跟你講Eva比我們會交朋友 她真的很會好不好 很會交朋友 她應該去外面做公關之類的 她就是很會 打通關係這樣子 很會 然後她有聽眾就說 她覺得我們兩個人呢 太Match太有火花了 她在香港偶爾聽我們兩個電台 現在聽不到電台 聽到Podcast她覺得非常棒 很棒啊 而且你知道有多少人 包含圈內的朋友跟我講說 他們聽我們的Podcast 聽到她那個邊開車 她整個方向盤 都被她打歪了 對對對 這樣子啊 就被她打歪了 這麼離譜 我都不曉得我們這麼有喜感 有個聽眾更有趣 她說她聽完之後 她忍不住她點進來看 看我們的VCR 然後就想問說 欸衣服哪裡買 我覺得這件事情很奇怪 就是大家都會很好奇 你用的任何事情 對這個也很奇怪 很奇怪 其實我用的就跟你們都一樣 其實是一樣的 我們也就是 譬如說她拿的口紅 我現在穿的是韓貨 大家都買的到對不對 但是大家就認為說 你這件比較好看 可是這個就是你在店裡 你也可以買到啊 但是我們就是 就是韓貨 就挑不到 然後我的牛仔 這條牛仔褲好像是ZARA 然後呢我們去 就覺得說這個褲子好品嘗 然後她穿的時候 大家就說 我要買 我經常被問 我說 曾姨姐那個 上次你跟Melody在一起 說Melody穿那個衣服哪裡買 我就說哪一個 我說我常常遇到她 她說那個哪一件 我就說那個 好像哪裡都有賣 對啊 然後比如說她放個照片 他們就問說 那包包哪裡買 阿專櫃不是都還 上面都還寫出來那個字 那是Burberry 你為什麼不去買 對啊 然後就說我很喜歡她那一個 我說等一下 她那一個跟店裡面那一百個 長得一模一樣 是同樣的 為什麼要你那一個 而且還比較新 店裡買的是全新的 對啊 然後比如說 Melody的頭髮顏色好好看 哪裡展 去找John啊 但是問題是去找John 還會跟你說你的臉 不會每個人都適合同一種色 對對對 就如同每個東西 不是放到每個人身上 你就會變成他 是是是 但是這是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那當然我還是覺得非常的光榮 我覺得很害羞 而且我覺得大家好可愛 你們都這麼熱情這樣子 所以常常我都會把我的二手衣物 都泡出來賣 我跟你講我還有一批 你要等我 欸他的二手衣物 因為呢我二手衣都差不多賣光了 除了一個Chanel的外套 快沒有衣服可以穿了 對對對 但是呢 每天就有人問說 小編小編 那我的那個助理她就說 姐又有人問她那個衣服可不可以賣 我說你可以跟聽眾講一下 她還是需要留一些衣服的嗎 對我總是要留一些 我有兩個女兒好不好 可是呢我有第二批 就是現在要來賣的 就是包包 包包我還沒賣 我覺得很好 我等Eva那個修陽丸來我家幫我 因為Eva最會懂得斷捨的 她今天跟我講說 欸你不是衣櫥裡有那個什麼什麼什麼 她怎麼記得 我說你什麼 我說我都忘了這個事 她你不是也有買一個什麼雲朵包 她你只背了三次 她說你現在也都不背了 她那你拿出來賣 她怎麼都記得 她說那個好像也你也都不用 我說對你怎麼知道 我完全忘了 我要吃包包 對 so you wait for me ok next week 你要鎖定melody 食尚媽咪衣櫥 又會有一批東西上來 因為我就是斷捨 你斷捨離完了以後 我發現我的衣櫥並沒有少很多 所以你看東西有多少 其實也真的沒有 I don't know why 沒有每次我們去你家 都覺得東西蠻多 首先他們家一進門 就有好多箱子 跟禮物 然後他每次說 我們吃完飯 你沒有空嗎 飯麵了酒 我們一起來拆箱子吧 因為他拆不完 然後我們兩個就幫他拆 然後就跟他說這個 比如說這個妹妹很喜歡 誰很喜歡 我就是任性的少女心 就是你們如果不來 我就不做 他有時候其實是蠻蠻任性的 我就可以箱子放在外面 like三個禮拜 然後吳先生說 你這箱子是怎麼樣 我說我不想吃 而且他可以視而不見 就是都在門口 他就會這樣子走過去 對 這很像我的女人 揍你喔 我不要 我就是少女 我為什麼每次要做這些事情 我不要 所以其實先回到 今天有沒有跟大家聊的 少女心 因為你當了媽媽 你還是可以擁有少女的心 誰說當媽就要像你媽 是 常常有人問我說 為什麼你越活越回去 欸你真的 你有看過你以前的照片嗎 不是 你現在看起來真的比較可愛 可是二十幾歲 以前比較有距離 二十幾歲三十歲 當你剛結婚的時候 你以前 你心裡想要當一個少婦 對對對 你想當一個夫人的樣子 不是婦人 就是太太 該有的是stepper wife 不是stepper wife 就是那種 像那個叫完美交際的樣子 就是我要是個太太的樣子 然後那個時候頭髮就是要很長 然後很捲 捲捲通通的 妝要很黑這樣子 然後很完善 對 然後那個時候也流行了 就是睫毛 然後睫毛要很厚 對 然後現在呢 開始越活越回去 第一 保持一個少女心 我常常叫hashtag hashtag少女心 hashtag少女心 什麼叫做少女心 這是一種心態 這是一種心境 是 類似 昨天晚上呢 因為我們家有那個 大家現在家裡不是有那個槍嗎 就是那個打那個按摩槍嗎 你知道我教練說 他必須要按照 你不要亂打 我沒有 不得打到骨頭 對 我們打得很輕 只是讓你就是這個肌肉 稍微鬆一下 沒有 然後呢 那姊姊就 因為姊姊她下半身比較緊 沒有可以 我們是看過那個 就是腹肩 就是她的膝蓋 她的腿 她的臀部跟膝蓋那裡很緊 那因為她小的時候走路 我覺得因為她有一點 往前顛 可是她沒有真的顛腳 可是她的那個 可能她的重量 分配的不好 對 所以她的腳踝就常常會有一些 拐道啊 不舒服 所以我們給她打完 都打在肉上 不是骨頭上 就打一下下這樣子 然後她就覺得很鬆 我們很舒服 然後我們再帶她拉筋 於是呢 我昨天 當我有卡在廚房裡的時候 最近怎麼卡在廚房 對 我常常卡在廚房 我一出來我就看到吳先生 非常的溫柔的 把她的女兒 放她自己的腿上 先捏 捏完了以後再打 然後我就說 我看到那個背影 我就覺得我自己很多 因為一把火嗎 對沒有一把火 但是我覺得非常sad 因為呢 現在這種服務也只留給妳兒了 想當年 妳可是可以把腳 跨在她腿上說 幫我按摩 她是怎麼幫我按摩 現在她就是完全不理我 然後呢 弄完之後呢 她就開始打她自己 然後我就好心 就走過去 我說我可以幫妳打 那等一下妳也幫我打 互相 因為我也想按摩 很合理很合理 她說不用我可以自己打 討厭 這意思就是說 她不想幫我服務 That's fine 反正呢後來 我還是叫她給我按摩 因為我要打那個 就是我 為妳打不到 對我打不到 因為我要打到骨頭 所以她還是有幫我 但是妳就是要稍微 like 撒嬌啊什麼的 You know 很好啊 對就是少女性 妳需要保持 像我們如果很小的時候 我們覺得撒嬌很理所當然 妳看小孩在那邊撒嬌 他們都說 媽媽我走不動妳抱我 對對對 妳就覺得很理所當然 對對對 哪一天起我們會不好意思講說 我好累妳幫我拿一下 因為當了媽以後 我們都說沒關係我來幫妳拿 為什麼我們不撒嬌 為什麼要拿 我想過這一天 因為當了媽以後 妳的內心太強大了 為母則強 妳太堅強 妳太堅強 妳堅強到 妳幾乎可以一隻手 遮天下 就為了妳的家庭 為了妳的孩子 然後於是呢 妳身邊的男人呢 他就會開始覺得 OK妳強大 妳堅強 妳不需要我 對是正常的 所以妳不需要妳的 所以偶爾呢 妳可以一手遮天 給妳的孩子 可是妳遇到妳的 另一半的時候呢 妳就要馬上扯下來 然後就 立刻掉下來 她說 我真的覺得我不行 我真的覺得我不行 我的手都抬不起來 然後昨天我就是叫她 給我按完之後 我就裹了一個背 我就躺在床上 我說 不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我的喉嚨 好像有一點 痴痴癢癢的 我說是不是 是不是我感冒 還是怎麼樣 還是快感冒 應該是心病吧 然後我就八點之後 就裹在床上 其實我是累了 我根本不想管小孩睡到什麼的 不想動 少女就是任性 然後我就叫她弄 我就說 算了 不要跟我們講 我說小孩妳來弄吧 他們要刷牙 怎麼算 我說我現在已經 沒有精神了 沒有體力 好她就開始倒水啊 多好 她就開始倒 所以我跟妳講 男人是很好左右的 但是妳要會技巧 當妳示弱男人 突然覺得說 我要保護妳們 妳是要示弱 Remember 少女心 林黛玉 林黛玉就是 妳可以幫我倒一杯水嗎 然後就 妳叫她的時候 以前可能是 氣哄哄哄哄 哇 這樣 喔 哲莉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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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嘛 哲莉姐 然後她就跟我說 怎麼了 我快要不行了 電話妳可以幫我拿去充電嗎 已經沒有電了 因為大家看到那麼弱子好 我幫妳 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是少女心 妳要會晚一點那種把戲 對她不是幼稚喔 是 少女心不等於幼稚 反過來說 少女心是我們已經 已經成熟歷練過之後 知道的幼稚 我們已經四十歲了 這是一種手段 手段 不能跟別人講 我們現在就告訴妳 妳回家今天 如果妳現在在聽 妳今天晚上等 這是一個手段 或是妳另外一半回來的時候 就躺在沙發上不要動 然後大家又一直說 妳怎麼又說 有一點不舒服 不是偷偷有一點疼 我脖子好緊喔 對 然後我的腰也好痠 不知道怎麼了 對 大概就是不知道天氣的變化吧 不是不是 然後講話一定要這樣 比較明調 真的怎麼很不舒服 對 這樣就起來 妳還是要穿得有一點就是 美美的追尼 妳不要穿一個破T恤 然後只撈到腿的一半 然後爛爛的 然後臨子鬆的不行喔 有的時候這種少女心 後面就會變成一種幽默 妳要穿一個粉紅色小蕾絲的衣服 情趣 然後就是要滑滑的布 或是乾淨的 乾淨 妳不要穿那種不滑 不要滑滑 不要滑滑 好像滑滑的是比較舒服 不是 這有點透明 對對 可是這個還好 因為這個衣服很高腰 但是妳看我們在天空在笑 男人的心態就是這樣 就是偶爾就是這樣 可是妳不要那種頭髮 就夾個鯊魚夾 對不行 不行妳要稍微弄妳 她就會說自己去喝水 然後擦一點妳的少女心的口紅 就是點綴而已 而且不能擦滿 妳要擦一點 不能擦滿 只是擦然後用妳的手 然後用一點什麼 凡樹林啊什麼這樣弄一下 然後再用指這樣子壓一下 然後就躺 喔好可憐 可以幫我倒一杯水嗎 記得沒有鯊魚夾 對沒有鯊魚夾 沒有破睡衣 沒有弄好 然後鬆掉的沒有 然後她過來的時候妳這樣 對 這樣弄一下 有妳真好 謝謝 如果沒有妳的話我怎麼辦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連那個電話都沒有辦法充電 我水也沒有人倒給我喝 對我可能就會這樣 雖然有的時候妳討厭 但是有妳還是好了 對 好就好了 少女心 不要再多囉 再過去就討厭了 差不多就可以了 沒有 因為如果結婚結久了 這樣就夠了 對 她就會非常開心 因為她太難得 太難得有這種機會了 妳示弱的時候 通常我們都是在叫罵 所以很多時候呢 我們很多時候很羨慕別人的 女人的生活啊 真的 她們就是保持少女心 妳一定要保持這種任性 真的 因為呢夫妻都是配好的 對 如果一個人太能幹 另外一個人就會做 你們說那妳做啊 妳能走多勞 所以偶爾的少女心 就是妳要保持 這妳以為這是我自己的一些小伎倆 是 要表持一些 妳超有伎倆的 比較不是一點點的伎倆 就是要表持一點 就是無能 不會的 自己不會的 譬如說 喔好想吃什麼什麼 那其實妳可能會做 但是妳不要去做 妳做了 她就不會帶妳出去吃飯了 而且妳知道嗎 這個社會是這樣 我覺得不管是對妳的老公 男朋友 或是同事 或是朋友都一樣 最近我就撒了一點手段 我以前跟大家講說 我真的好喜歡黃色的口罩 對 我說我真的覺得黃色的口罩 好可愛 他們說為什麼喜歡黃色 我說我就覺得黃色路上 有人有 為什麼我都永遠拿不到 黃色口罩 我好想要 於是 我女兒就在她的裙子 問她們說 妳們有人有黃色口罩嗎 然後她們也說是我要 然後同學就說 有我家有啊 她就幫我換 然後公司的同事 那天我進來她就說 珍妮妳不是喜歡黃色嗎 這些給妳 然後現在任何人 因為妳大亨很難得 講這種話 對 然後只要任何人有黃色口罩 他們就會說 我要給妳 從此我跟妳講 我快變成黃色口罩大戶了 這就是少女心啊 就是要偶爾要 因為我很難得示弱 大家就說 很難得 她弄不到的 那我們要幫她弄 妳很難得 類似像這樣的道理 而且眼淚非常好用 但是眼淚不能常常用 那就不行了 愛哭鬼也不行 偶爾啦 有一點感動 就是一種少女心 不能夠一直 妳不要哭到梨花帶淚 那種 呼天搶地哭 不討人喜歡 像我 我在家裡 流一點眼淚的 有的時候 在跟我先生講 比如說小孩的學校的事情 我跟他說 都不曉得 他們怎麼突然間 就長這麼大了 他們以前還小小 然後其實我只是開玩笑 哽咽 然後哽咽 他就突然 眼淚就會這樣掉出來 你知道嗎 然後他就說 妳果然是演戲的 她就說 妳怎麼會難過這個 我說妳看 然後妳看他們以前 妳看他們以前是嬰兒的時候 多可愛 然後我就 我說 我捨不得 我真的捨不得 我說如果我年輕一點的話 我就 我就會再生一個 我說妳覺得我老了嗎 妳覺得我有老嗎 然後呢 於是呢 這個就會帶出她 一直不斷地稱讚妳 因為呢她覺得妳快崩潰 妳說妳老了 她不斷稱讚妳之後呢 其實是為了妳自己 因為妳會變得 妳會變得 充滿自信 對 女人就是像一朵花一樣 妳偶爾要給她 撒一點肥料跟花 因為妳如果一直放在那邊 然後沒有人給妳撒水 沒有人給妳撒肥料 妳就枯燥了 所以呢 在還沒有黃調之前呢 就是變花臉婆 等於就是變黃臉婆 在還沒有變黃臉婆之前 妳偶爾就是要自己找水喝 要不然的話 男人有的時候很白目 又很被動 她就不會去稱讚妳 妳跟大家講過妳有一次 追打妳老公的事情嗎 她太好笑 有一次她在車上 有一次我又在街上 然後我就去 我是好意 我正好在家公司附近 然後我就打給她 我說我在樓下 我們要不要去對面喝咖啡 她就好啊這樣 因為就是夫妻之間 有的時候要偷閒 OK OK很好 然後我們就在 在過馬路的路途中 她就說 因為她比我高很多 我們在等那個 她就下雨 紅綠燈 然後我撐傘這樣 她就說 欸妳最近 在用什麼保養品 妳怎麼看起來好像 不一樣了 好像年輕很多 她有一陣子妳看起來 有一點 有一點 我說什麼 什麼 什麼意思 有一點什麼 有一點什麼 她說 就是有一點累 然後我說 什麼累 什麼意思 是老還是累 她說 不是就是 她在緊張吧 她一直說 她一直說 她又看起來像我認識 我心目中 28歲的妳 有一陣子 妳就看起來像 40幾歲的妳 喔 我跟妳講 我那個傘馬上收起來 這樣 還在路上打老公 然後我說 我說妳怎麼講這種話 好險 然後就好險 人家說我家包 我這樣 我不是真的打頭 我就這樣 妳怎麼講這種話 我說 我 我是誰 我為妳生孩子做牛做媽 我做韭菜 韭菜 然後妳還跟我點菜 然後妳竟然跟我講 說 看起來像40歲 她這樣喊說 妳幹嘛打我 我講的沒有錯 妳生40歲 我說妳怎麼還在講 然後我說 到底會不會講話 我說我不要 我不要喝咖啡了 我就來了一個檢測 然後我就上去了 她跟我講說 我剛剛在路上拿雨傘打我老公 我說妳打妳老公 妳有沒有被記者拍到嗎 嚇死我 她說沒有 這一切 她講說我40歲 我說妳是40歲 她不能講出來啊 對 妳怎麼可以講出來 而且她其實是 男人有的時候 嘴 我們不能 expect 男人都很會講話 她有的時候嘴 就是比較直 比較左 她就說 她的意思是說 你今天看起來很好 她可能覺得說 我們是耍了點小拉麵 她今天要稱讚我 很好 怎麼會這個稱讚變成一個 在路上被雨傘抽 因為呢 她一定很生氣 她就說 嘴巴不會講話 你今天看起來很好 就好了 停 就好了 見好就收 她不會 她說 因為妳前一陣子看起來比較累 大膽 比較 暗 臉比較暗 然後她眼圈比較深 然後妳那個時候可能也沒有化妝 什麼 反正就是 大膽 不要再講了 所以我一天拿雨傘抽她之後 我兩天不跟她講 好好笑 一個瘋瘋貴婦 然後在東區的街頭 不是 在明勝東 哈哈 媽咪一般都在打她老公 然後我就把傘傘收起來 我叫 叫我說 妳怎麼講這種話 妳怎麼 妳是欺負人 我嫁給妳十七年 妳可以繼續講這種話 我說我嫁給妳的時候我才幾歲 我把最好的日子都給妳了 然後妳先繼續說 我長得累 妳真的是一個很戲劇化的人 我終於懂了 為什麼很多聽眾都會講說 我都要哭了 都會講說他們在看康熙的 妳覺得妳很好笑 女人的委屈是從悲而來 妳真的很會演 從中而來 女人的委屈啊 她現在講的是悲從中來 對對對 她在國語裡太好 我真不好意思 她第一次是悲從中來 中就是裡面的中 對 就是這個委屈跟悲 是從中而來 還沒有到悲 怎麼說是委屈 還沒有到悲 悲太嚴重了 那個中是由中的中 不是中間的中 由中 你的意思是 你的委屈從你的人的中間來嗎 對啊 不是這個意思啊 是言不由中 中是心的意思 從心裡面有一陣很難過 跟委屈的感覺 原來 南希的老外 你是老外 你是ABC啊 這兩天我在看那個 一個雜誌 看到你ABC的照片 唉唷 很好看耶 可美又很美麗 我自己呢 我把它框起來 而且她拿的其實是 快點 Fan Manager 我要這個照片 原版 給我一個照片 因為我自己拍的話 我框起來太不清楚 我喜歡有一個這樣的照片 就是包含上面寫L 國際版 然後呢 因為我對國際版 它要CLEAN的 你要CLEAN的畫面 不是 除了照片 照片我有 我要自 然後日子 在這個上面 然後我要把它框起來 2020 April 4月號 對 我要這個整個版 Mommy Melody的 異想士氣 然後我框起來之後呢 而且你知道嗎 我拿到這個照片之後 我就故意放在我先生的 等一下 他座位上這樣 然後咧 他怎麼說 唉唷 唉唷 這你嗎 你知道男人就常常會講 什麼都很奇怪 他就開始講 他講哪一句 我聽聽看 唉唷 這是你喔 喔 你看起來怎麼好像有一點 喔這張比較像 喔喔 那張 欸好像也有 誰要聽這個 你說很漂亮就好了 好美 所以為什麼女人一定要有閨蜜 因為閨蜜 你把它隨便不輕易放在桌上 像她剛剛放 她們就會說 好漂亮喔 我就說我覺得這張我很喜歡 這張我最喜歡這張 對閨蜜就會講話 然後男人就不講 所以我們還是要有閨蜜 這張我覺得很好看 我跟你講那天才好笑 甜美 這還有一個少女 發生什麼事 昨天呢 我跟了我一個閨蜜的朋友 怎樣 我們去 就是有的時候 我們喜歡演小文青這樣 因為其實我內心 他很愛演 不是我內心是小文青 真的 然後我就去大道成 大道成人比較少嘛 大道成一個咖啡廳 他帶我去個小文青點店 那裡很多 都沒有人 很多文青小屋 對對對 文青小屋 然後呢我就看到一個那個奶油刀 然後我說 我說我家好像沒有奶油刀 你家最好沒有奶油刀 真的沒有 你家怎麼會沒有 因為奶油刀是小的 我沒有奶油刀 然後我說這種奶油刀在哪裡買 然後後來我們就找到找到 沒找到 後來就找到盤子 買來買盤子 應該打破 沒有 我就喜歡收藏 然後呢 昨天我還用我的盤子吃飯 然後我還給吳先生看 他都沒有發覺這個盤子是新的 可是我兩個女兒 所以我養了兩個少女性的女兒 好險 他就說媽媽這盤子好漂亮 好漂亮 男生沒有感覺 對 我們不怪他 男生本來就不會對這個 然後後來我就說這個奶油刀 我就一直在糾結這個奶油刀 因為我的人生現在變得很簡單 我每天都在廚房裡 都在廚房裡 所以我就是糾結 我就開始上網去找 我喜歡的那個短短的奶油刀 那我後來找到太多奶油刀 都是17公分 17公分太大了 我要那種16 15 16 然後15 16奶油刀 然後後來我的那個閨蜜打給我說 我正好在家就看到奶油刀 我現在馬上送過來給你 然後我說喔好開心 然後我就在家等那個奶油刀 這就是閨蜜 然後他那個奶油刀來了 我就好開心 我說我就跟我閨蜜講 我說我怎麼覺得好像 我是你的家庭主婦 我在家裡等你買奶油刀 他就說因為你常煮飯給我 他比較不會煮飯 我比較會煮飯 你看是不是人就有這種朋友 就是很互相的 就是我給你你給我這樣子 然後所以你看男人 所以有的時候我教育我的先生 他都不懂 其實我們有的時候要的 不是很多東西 或者是很多貴 就當然這個是很難 有的時候就是一些小貼心 就是小小的那種貼心 一點點小心翼 他其實不是個貴重禮物 但會讓你很高興 就是哇我得到一個 我要的15公分的奶油刀 但是呢我今天早上呢 就用我的奶油刀吃著早餐 我就很開心 然後於是他就發了 他又發了 現實動態嗎還是 我就少女心了一整天這樣子 因為呢我就來上班了 我就弄我們的 而且 這盤子是新買的啊 不是這盤子是之前在京都買的 上次在京都買的 這個綠色的盤子是新買的 然後呢這個奶油刀圓圓圓肥很可愛 你有沒有看到 你現在沒有嗎 我家真的沒有 好奇怪啊 我奶油刀 大家都有啊 不管反正奶油刀 我現在都不讓人家碰 所以 早上小孩要吃早餐 一個這麼大一家 這麼一個自然的 欸不要碰 媽媽來吧你們都來的 對啊 這只有我可以碰 你們拿大隻的 你拿17的 這15的是媽咪的 不要碰 送女心啊媽咪 是啊就是這樣子啊 這是我的奶油刀 你們都不能碰 我覺得很開心啊 你的吐司切得不錯耶 為什麼要切個十字啊 你教我 沒有我看最近大家 instagram在封吐司 大家不是在家裡都太慢了 我也可以 不是在自己做吐司 就是在外面買吐司 現在我們都在買那種 厚切吐司 買厚切吐司之後 我本來想自己做 後來我會任性 我想說我幹嘛 你要在廚房裡面 對去買就好 然後呢 切兩條線 你拿一個很尖的那個 很利的刀 就是畫十字 畫十字你拿去烤 烤完之後呢 再塗一點那個奶油 然後再放上去 它那個奶油會 盛在那個十字裡面 真的假的 所以你那個 等你要吃的時候 你真的把它劃開來的時候 那個奶油都在那個麵包 厚切的麵包裡面 欸 我要問你 那天你在你的那個 現實動態PO了一個 你那天吃到了一個 現在很有名的那個麵包 對吐司 好不好吃 好我下禮拜可以拿到 很好吃 可是它有分兩種 有兩個都要 有一個叫什麼高鮮美 Yes 還有什麼什麼東西 它有兩個 一個就是奶油的 一個是什麼的 就是原味的 對原味的我蠻喜歡的 你就是這樣切 它還有更一大堆果醬 那我要買那些果醬嗎 你可以 你喜歡什麼口味的果醬 我喜歡清淡一點的 我覺得它果醬出的很好 是因為它只出小的 對對對 因為有時候大的我們真的吃不完 我大的我都壞掉 因為我用完之後 我就不想吃這個口味 因為我們吃不了那麼多 然後就會剩那麼多 對對對 就是草莓我想吃一點 其實它都出小的就好了 所以我去飯店啊 我都會把小果醬帶走 這很聰明耶 因為這是我喜歡的賽事啊 現在我們都不能去飯店了 現在都不能出國了 現在大家就是沒有辦法 好了 這照片很漂亮 很可愛 這個L雜誌呢 我這個這次會做它的封面 是因為我們在講就是媽咪系列 那媽咪系列呢 他有給我一個心理的測驗 這心理的測驗就是 你是什麼戲的媽咪 然後呢我們就是用這個內心小劇場 我們演了三個角色 所以你看到三個不同的look 這個就是可能很有個性的媽咪 酷一點的媽咪 這個就是完美交際型的媽咪 然後這個就是女團少女星 我內心是Blackpink 會自己這樣唱歌的那種媽咪 所以呢 大家可以上L的FB 或是他的網站上面 去做這樣子的測驗 因為我覺得這是一個潛意識的測驗 其實是蠻可愛的 而且有的時候 我們透過這樣子的一些內容 或是這樣子的一些 可以說是心理的這種測試 你可以更了解你自己 比如說他會有五個問題 然後你看你選擇哪一個問題 他就會有個答案 你是什麼樣的媽咪 他比如說你會講哪一句話 以下的哪一句話 我們現在可以玩一下 對我問你 第一你會講 你是請你可以安靜一點嗎 OK 二好 你要拖 我就跟你慢慢拖 你要好 我就跟你慢慢好 三寶貝 你可以聽媽媽 你可以多聽媽媽一點話嗎 四 同一件事 到底要講幾次 你到底像誰 五 誰叫你這樣 不守規矩 第一第二 你是什麼 你會講出什麼樣的話 我會講 請你給我安靜一點 好 很常講這句話 請你給我安靜一點 所以她很可愛 她會有一些圖卡 大家可以上 就出現了是不是 請你安靜一點 你是惹不起的優雅媽媽 OK 惹不起的優雅媽媽 她就告訴你說 你是一種散發迷人優雅氣質的姿態 那當然千萬不要惹 惹到就是 惹到生氣 她明白 她氣勢是很厲害的 對 當娥媽呢 已經是特別壓低聲音說請你 對 她就是開始警告 那蛤媽媽 她等於就是說 你是什麼動物性 你就是蛤 你是那個蛤是什麼 蛤 算 算媽媽 所以不同的答案 會有不同動物性的媽媽 大家可以試試看 有高冷 高冷的驕傲 貓媽咪 然後有那個寵兒一流的 這個水 就是寶寶 你可以多聽媽媽講 水豚 水豚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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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ppo 不是Hippo 水豚 它其實很難介密 它不是海豚 它也不是那個 水豚 我等一下來Google 水豚君很難很難溝通 我大概來想一下 它長的怪怪的 OK 十足完美的 這個 這個 屍吼娘 這個是 要講幾次 對 再來 誰叫你這樣不守規矩 第一第二 這是什麼樣的 嚴守規矩 教律的狼媽媽 狼媽媽 所以不同的媽媽 她會給你不同的解讀 所以你其實你是可以透過這些解讀 去更了解 這很有趣耶 對 我跟你講現在啊 大家可以做很多心理測驗 可以更了解自己 而且母親節快到了 是不是 現在四月 是可以 是可以 我現在認真想找水豚給你看 好 水豚長得就是 不是很好 我可能這輩子沒看過水豚 我也是這個 我從來沒看過水豚 它都住在水裡 Beaver 你認識它嗎 Beaver 它是不是有抱羊 然後喜歡吃木頭 它很醜 對 水豚是不是就是Beaver 應該就是Beaver吧 我看 可能就是Beaver 你認識水豚嗎 我看 那個照片 我們兩個是不是認真了 不是 我現在來看水豚 我們兩個忍不住了 水豚 因為這個動物在我的身 人生很少出現 所以我跟它沒有那麼熟 水豚 英文 對 Water Pig 那我真的不知道 那真的不認識吧 你看 Water Pig 我是不知道 我不認識它 但剛剛講的是誰 天啊這個不是Beaver 水豚君不是豬喔 它是一個很像老鼠 它是現存世界上最大的老鼠 水豚君呢 是這個 你看 我真的沒看 我也沒看 所以我剛剛不知道那個是什麼字 My God 你沒有看過嗎 水豚君啊 有沒有 在動物園很少看到 有有 它遇到危險的時候 它就會跳到水面 它也可以在路上 兩種 我告訴你 我是實事求是人 遇到什麼事情 我就是很想知道 所以水豚君是 我剛剛講的是Beaver 我看Beaver中文叫什麼 它是水 它是老鼠類的 所以如果你是那種 慢慢耗的就是那種 媽媽就是那種 水豚 水豚的概念 水豚君 我們兩個現在 Beaver是海梨 海梨啦 對那不一樣 不一樣 是海梨嗎 梨不一樣啊 梨剛剛是那個 那個是果子梨的梨啊 好 不知道 好啦 所以這個測驗 大家去看一下 搞了我們倆 最重要就是 你要去買4月號的L收藏 因為我的照片非常的美麗 所以呢 這個測驗也是要做 但是最重要是 你要去買4月號的L收藏 它就是很容易太過去 沒有 你先給很過去的 再拉回來 再拉回來比較簡單 但我一直很喜歡 那種永遠給不到位 還要一直往上推很難 我一直很喜歡他的這樣的造型 完美交情 就是我平常認識他 但我那天跟Fight Manager說 你看這個這個這個 這其實酷酷的 比較不像你平常會做的造型 這是時裝週之後的我 但是其實是酷的就是 這是很有style 就是這樣的穿法 時裝週以後的我 這穿法我跟你講 很多人會這樣買衣服 你信不信 我喜歡 很多人會這樣子買 這褲子我有啊 這包包我好像也有 我覺得衣服也好看 衣服好看啊 是不是因為你穿了 你要這樣的搭配 你要這樣的搭配 這褲子你也有 我跟妳講 我跟妳講 我在跟妳們講少女心的秘密 好快點 這是一個態度 怎麼樣 譬如說最近我在瘋TikTok 抖音 她很瘋 Melody K Lu 請你收一下 我跟妳講抖音 我非常認真 為什麼 因為呢 我就是 因為我看年輕人在做什麼 我也想做 因為我就是少女 我不是40歲 我28 讚讚讚 在我心裡面我永遠28歲 所以呢 我看我的女兒在 她就是她 都是我女兒教我怎麼跳的 後來我想說 不行這個要翻盤 然後呢 有一天晚上 她們去睡覺之後 我就跳了一個很厲害的 就是 也晚上 也沒有那麼厲害 但是這是她不會的 妳跳了起來啊 不是對 我當然要有的時候 我要自己跳一下 然後有一天我先生就說 你在幹嘛 妳不要再搞了 他們說 妳不要再搞了 妳看我跳了這個 好 Anyway 妳自己弄的 我以為誰幫妳拍架子 沒有一定要弄腳架 因為妳手不能抖 因為我看所有的TikToker 她都是腳架 而且妳要稍微往下流走 妳不是有一些 家裡的設備很齊全 對對對 有 可是我懶得把那個燈弄出來 太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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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第二天早上 我就給姐姐看 姐姐 怎麼樣 她昨天錄了一個這樣 她這樣 姐姐獅子做一半 我還這樣 還可以 還不錯 好冷 然後她就 她就覺得我在跟她 然後她就聲音一天都很小 然後我先生就說 無欣是真的很偏心 你要替妳老婆也是少女 因為她跟她一樣獅子座 對她就說 妳為什麼要故意打擊她 然後後來我說我沒有打擊她 我只跟她分享 她說妳明明就是在打擊她 她說因為本來她是做TikTok才有做最好 她說妳突然那個她不會 趁她在睡覺的時候 妳真的很賊 然後後來我說我沒有 我說我不是打擊她 我跟她分享 然後後來姐姐就 她就不說我跳的 然後她就說 我不要再跳TikTok了 然後再過一天就說 我想跳一個舞 妳叫我 然後我說好 然後呢 比較示弱了 於是呢我教她之後呢 她就自己跳了一塊就很開心 她現在又起死回生了 又回來了 她現在這個架式跟那個聲音 又回來了很多 對 所以今天呢我還要再弄一個 我等一下錄完Podcast 我們就來弄一個 因為呢我每天在發掘不同的TikTok 然後我把它貼起來說 我今天要做什麼 Melody非常少女心 我只能夠說 在這方面妳做得非常好 等一下我要呼籲所有的家庭主婦 還有媽媽還有職業婦女 是的 因為最近人生太苦悶了 TikTok是一個非常 紓壓 然後妳會瘦身 因為呢我們光 才15秒的影片 我們光練那個舞蹈 都累了是不是 我們可能要練好幾次 Oh really 然後呢因為妳要跳在點上啊 很難 所以跳完之後妳就全身大汗啊 對對對 所以小孩睡覺之前 妳可以給妳自己兩個小時TikTok 好的 大家可以試試看好不好 我們要跟大家講一下 有哪些平台可以找到我們 好 每次都還跟大家呼籲一下 姐妹悄悄話 Apple Podcast Breaker Google Podcast Overcast Pocket Podcast Radio Public Spotify Anchor 還有 Himalaya Himalaya是新的 那它是這個喜馬拉雅的國際版 主要是那個中國以外市場 所以妳們現在是聽得到 那如果大家可以試試看 那這個喜馬拉雅的英文拼音是 H-I-M-A-L-A-Y-A 對海外朋友們妳可以在這個app上面找到我們 是 然後我們Sisters Talk Talk Show也有IG 也有FB 然後呢妳也可以上我的YouTube看我們節目的這個 影像 影像版 因為像我們剛剛講的話其實都是有錄下來的 所以妳 我們現在來錄TikTok了 好了 拜拜 沒有啦 差不多 拜拜 拜拜